大家各位好 好几天没有给大家做这个节目了 做中文节目啊 非常抱歉 所以今天呢 一定要补一补啊 那么今天讲个什么故事呢 今天讲一个山寨 中国产品的时代 终于到来 OK 这是我的一个亲身经历啊 也就是我现在用的这个麦克风啊 事实上是山寨的 中国的啊 山山山山大山 应该是有卷色音的啊 我们知道啊 这个人类的社会啊 这个路后国家 抄袭先进国家的技术啊 所谓的叫什么 学习项目的先进纪念也好 这个剽窃他们的知识产权也好 你怎么说都可以啊 都是相互偷了偷去啊 这个战争之后啊 第二战之后呢 这个德国的工业是比较先进的 这个大量的日本的这个民营 这个企业 都是偷啊 学习这个德国的技术啊 像是西门子啊 像什么东西 这个家电吧 汽车啊 什么东西啊 都是这个学习啊 西方德国的东西啊 这样比较多 在短短的几十年 日本发展起来了 所以在这个六七十年代啊 七八十年代 这个made in Japan 那个名字是想当当啊 想得不得了 对不对啊 made in Japan 我们都知道啊 全世界都是要用made in Japan 的东西啊 那么在这个中国 八十年代初 进入到改革开放的时候呢 就开始这个made in China 的东西开始多了 但是在那个年代 made in China的东西呢 就是一个joke啊 它是一个贬义词 任何东西你说是made in China 的话啊 那都不是好东西啊 我还特别在我的那个小说啊 圣女 淑女 妓女 也就是我在油管里面 讲的这个连续剧的 这个走向自由里面 就有一段啊 就是说made in China的 我的经历啊 就是我到了墨尔本的飞机场 经历的那一幕啊 裤子也开了口 鞋子也掉掉了 箱子也打开了 寒布朗 反正非常非常这个难堪的 这个尴尬的这一幕啊 确确实实是发生了 中国做的东西确实是很糟糕 但是随着这个中国人啊 他这个勤劳啊 他学得很快 这个几十年过来以后啊 他的东西确实有些东西 做得相当相当的不错啊 中国人的他就是说 拿来主义是很厉害的 就是学别人的这些 那个量子学得很像 他就是没有学到人家的精髓啊 很多东西呢 他没有这个像日本这种匠人精神 眼睛那么神 或者是把那个心放进去 他的表面工作做得蛮好的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中国人的做的东西呢 他没有这个市场的观念 他大多就是说 给别人当价义上 东西做的确实不错 但是没有自己的营销 没有自己的品牌 这个意思啊 所以呢 做不起中国的品牌 但是 Made in China的东西呢 从华为开始啊 确实是呢 慢慢的就是说 得到了这个世界上的承认 所以呢 确实说对于我来说啊 这个祖国进步了 强大了 当然是一件好事 当然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 唯独就是那个快递事业 快递事业 仍然是处于野蛮状态 我还要骂一次 OK 我一辈子坏了四把琴 两把是十几年之前 从上海寄到这里来的 那时候还订了墨箱子啊 那个箱子上可以 踩人可以跳舞 都给压坏了 两个琴坏了 这一次我借那么几十把琴出去 就到全世界各地都没有问题 唯独中国大陆 发四把琴坏了两把 OK 两把同天发出去了 同天 这两把琴都坏掉了 一个是北方一个南方 砸了两个琴 所以呢 这个快递仍然处于野蛮状态 这些人根本就看到小弟琴啊 他根本就不当回事 有一位香港的客人 给我来信就提建议 就是你这个包装太简单了 这个小弟琴硬琴的画面 就包了一层这个薄膜啊 包了这个这个 但是你要多包几层就好了 其实他没有懂我的意思 你多包几层 如果这个快递员 他看不到是一把小弟琴的话 他就会乱丢 他一定乱丢 他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但是我是有意地包一层 看上去非常非常的危险 你先去买个鸡蛋一样 你把一个鸡蛋放在铁盒子里面 让人家看不见 你看人家丢不丢 但是你装一个透明的盒子 放个鸡蛋在里面 你看别人会不会小心 就是这个意思 我还特别在这个琴盒上 贴了一个小弟琴的样子 一个图片 让你就知道 这是小弟琴哦 你看得见这是小弟琴哦 我这个handle 这个手提的还给你留出来哦 你还可以拎着哦 这样快递员就不会乱丢 这是我成功把小弟琴 发向全世界几十年 没有坏琴的经验的理由 因为快递员看了这个 是小弟琴 他不会乱丢 当然了 我指的只是文明社会 大的野蛮社会 他不管 所以坏了两个琴啊 这个呢 中国就确实是还要 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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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文明方向去前进 明明知道是小弟琴 你就不能乱丢了啊 就不能压 就不能弄了 你好不容易 因为我们做一个小弟琴从做材料开始啊 把材料用回来 赶早几十年 对吧 把它做出来的油去出来 再挂个五年十年 然后再调起来 你像我这边 还要给人家 选情 选什么 多么大的功夫 你就是个快递的时候 怕着破了 什么都没了 这就是野蛮社会跟文明社会之间的区别 所以中国我到现在为止 我认为它还是至少在一部分还处在一个野蛮社会 它这个快递业不进步的话 中国啊 没有什么希望 说新年话 所以我借这个机会呢 先发起一句牢骚 下面继续讲我的故事 那由于中国的产品啊 有些东西确实是做得不错 而且价钱呢 非常的好 它跟这个世界上的价格的比起来 它确实是不错 当然这与中国的这些年 与这个 我不能说是剽窃或者偷窃人家的知识产权了 与中国学习西方的经验技术是有关系的 对不对 大量的人员出去嘛 这个千人计划万人计划 出去把这个技术带回来 这个加上中国呢 就是这个 这个确实是手工啊 非常的精巧 所以做的东西呢 有时候真的是叫性价比很好 真的下令物美 是这个意思 那么我呢 就讲这个我自己的故事啊 就是说在这个改革开放这个几十年中间 中国人冒牌日本的东西是非常普遍的 就是明明是中国做的东西 我们贴一个美丁脚趴 这样的事情呢 就是说为了这个啊 就是偷别人的东西啊 就是冒方人家 就山寨了 就山寨别人的东西 这是很多的 就冒着日本货去卖 这种事情是很多的啊 但事实上呢 有没有相反的情况呢 其实也有 但是那里是一种工业行为 我们不能这么说 我记得我刚到日本的时候 还这个四几年之前 四年之前的吧 就是我那个DAT坏掉了 大家知不知道DAT是什么 DAT是DAT 我这里有一台 就是这一台呢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见啊 叫DAT 就是最老的 过去的那个录音设备里面是 质量最高的 就是我们有了DAT以后 就个人可以做CD了 就个人你就有 可以录音录到那个 Digital这个数码 这个录音的质量 已经达到了这个CD 比CD还好 就是它的质量是非常好的啊 但是我就是 最早进入这个DAT时代的一个人 我刚到奥斯陆 我就买了第一台DAT啊 那后来就坏掉了 坏掉就修 就修的时候 那个商店就说 哎呀这个 中国方面的零件还没到 哎呀我觉得很奇怪啊 我说这明明是Mate in Japan 为什么要中国方面的零件呢 后来我才知道 其实啊 所有的品牌 都是属于是贴牌代工 它零件都是别人买 就像这个电脑一样 我们知道啊 你有这个IBM 你有这个什么 叫做联想的 你有这个华硕的 你有什么 各种各样的品牌吧 Tusiba 什么Sony啊 都有对不对啊 但事实上里面的东西 像CPU啊 像这个Memory啊 像这个Hot Disk 这些什么硬盘啊 什么什么 他们都全是买来的 这个公司干了什么呢 公司就做了一个壳 Tusiba把这些名字放上去 Sony放上去 然后呢 就是他们的技术用选 叫配 什么样的CPU 配什么Memory 配什么的显卡 配什么样的升卡 配什么样的东西 配得比较好 再加上它出来以后呢 键盘呢 什么东西啊 它有它一点的特色 再加上它有点软件啊 什么东西 就这样一行支持 就变成它自己的品牌 事实上里面的东西都是买来的 当时呢 日本其实也是这种情况了 但是那还是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 还是属于正常的这个生产行为 对不对 就是说 我还是自己的品牌 你说Sony买一个DAT 买一个Sony 当时很贵 当时就是要1700 还是什么2000 美金也那么多 但是Denon 另外一家公司 Denon也是一家印象公司 它就很便宜 它就是800美金左右 就可以买一个 事实上 我后来它发现 里面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没什么区别 当然了 录音上来说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它里面的材料都是一样的 它声音还是不同 那个Sony的声音出来呢 它就是比较秀气 比较通透 比较的这个 怎么说呢 就是比较Joying 就是比较高贵 那么Denon的东西出来呢 它就是比较适合这个流行音乐 它比较粗 比较这个怎么说 就是这种大众化的声音 我估计就是 它这个线路的设计 或者是某些东西的 它还是有不同 就是说它有的技术在里面 这个我们承认 那么Sony它 我是品牌吗 我要卖贵一点 这个也可以理解 对不对 事实上里面的东西 我就觉得都是一样的 那么这是讲过去的一种现象 我今天讲的这个故事 还完全不是 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吧 就像我们这个去看病 我们去看病 你说是药贵 还是医生贵 对不对 就是你说这些采药的人 对吧 它能挣几个钱 炒药嘛 它采药它卖钱 它卖不了多少钱 那个药店 它也赚不了多少钱 它配个药什么东西 真正赚钱的是郎中 对吧 这个医生 对吧 有这么多草 我要你吃哪个草 对你有好处 这个卖的是技术 这个卖的是它的学问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对不对 你说这个郎中 这个医生 他也不去采药 他也不做任何东西 他就能挣那么多钱 他医生 它的技术行列在这里 那么就是说 石货 它本身就是这种学问 本身就是自己人 所以说我是并不反对 有些人就说 我看的是好东西 对不对 那么我把它拿过来 然后呢 我进行自己的包装 进行自己的组合 进行自己的调配 变成自己的产品 这个是可以的 对不对 这个是符合正常的商业运作的 比如说我工出来的东西 都是我自己做的吗 那也不是 对吧 然后很多东西也是 我觉得这个东西好 那我就找一个代工 对不对 然后都有我的技术在里面 然后又我的包装 变成我的产品去卖 这个很正常 全世界都是这样做的 没有哪一家公司 从头到尾那个东西 都是我一个人来做 对不对 都是互相代工 是吧 最后呢 就由我的技术 变成我的产品 拿出去卖吧 是我的品牌 但是把别人的产品 Solo Mama 这个原始形状的这个产品 拿过来以后 把别人的商标 盖上贴自己的商标 说这是我的产品 这有点不要脸了吗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说 比如说这副眼镜 这副墨镜 它本来是一个叫太阳牌 随便举例吧 它是太阳牌的 而且很有名的一个太阳牌的 这个眼镜 但是有一个人说 把它买过来以后 太阳牌 有个牌子嘛 它自己做一个牌子 往上一贴 把那个太阳牌 变成月亮牌 就是这个眼镜 是我设计 我生产的 它还在自己的这个 做一个网站 网站上还说 它还有一个designer 还有一个这个设计者 这个设计者是怎么怎么 经过什么什么什么 我们做出来这样一副眼镜 吹得很内涵 这个就是下流 这个就是无耻 这个就是头盗 OK 这样的行为就是说 你所有东西都没做 你就是在上面提商标 你就是在上面加价钱去卖 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 这个就不属于这个商业道德的一个行为了 对不对 这就是欺骗嘛 对不对 我最近就有一切欺骗的事情 对吧 那么这个欺骗的事情 其实大家都已经看得到 已经在这个视频里面 具体是什么 我就不讲啊 就是有一家公司 这个在这个Facebook 在Facebook在脸书里面 大量投放广告 大量投放广告的就是这个 其实就是这个麦克风 我可以讲的讲句 我要是讲出来算了 大量投放这个广告的 就是我们这个麦克怎么怎么好 它可以跟这个德国的U87相比 我再给大家看一看 德国的U87是什么样子 这个样子的 对吧 这个是属于全世界的王牌话筒 它的价格是多少呢 它的价格是3000美金 OK 中古的都要卖到2000美金 这个以前是我做CD 我都是用这个话筒 这是我的这个看家 话筒 对不对 但是事实上呢 这个话筒非常非常难控制 因为它太敏感 哪怕是有一点一点小的什么东西 它全部都进去 也就是你在唱歌 你在干嘛 你在拿起来的时候 你有一点小小的瑕疵 其他的麦克可能没反应 这个麦克一定会反应 所以说一点都不能够偷 一点都不能做假的 这样一个话筒啊 事实上呢 我用的很痛苦啊 我在用这个话筒的时候 我那个导演啊 经常就说 哎呀你这个又不行又不行不行 一遍一遍再来 不是完美的话 那话筒都不让你过啊 但是呢 最近的这个话筒呢 就是说坏掉了啊 我以前讲过啊 最近说我那个潜态的情愿 丢到了澡棚里啊 干掉以后又能用了 用了以后最近又坏掉了啊 所以我想呢 要一个麦克 再花三千呢 我觉得太贵了 有点舍不得嘛 那么这个上面就做广告 就说 说这个啊 三千 但是我们这个麦克 只要这么多钱啊 我可以敢跟他逼美啊 这么牛逼 对不对 你说如果是一家中国公司的话 我不会相信 中国人喜欢吹牛逼吧 但日本人 他是比较收敛的 日本人是比较低调的 日本人是一般不吹牛逼的 如果日本人敢说 那他一定是牛逼 对不对 所以呢我就买了 就买了一个对吧 赶快就是让我那个小孩子忙忙 赶快买一个 就买了 我正好现在要录音嘛 要做CD嘛 对不对 买了以后一个测试 的确不错 的确不错 当然我不知道能不能跟那个比 对不对 因为那个坏掉了嘛 但是我另外有一个澳大利亚的 澳大利亚这个话筒呢 是这个叫罗德 罗德N1 这个话筒呢 就是我天天做节目的话筒 每天我跟大家做节目的时候 大家说我声音好声音好啊 就是用那个话筒 这个话筒呢 就是说 它的低音比较好 它比较实 就是说适合我的声音 我用那个话筒唱歌的话 就很像这个 Avis Price 就像那个猫王一样的声音啊 所以我还是蛮喜欢的话筒 但是对于鹿小提琴来说呢 它就有一点点 这个低音啊 方面就有点这个nasal 有点像鼻音一样 那高音呢 就有点窄 有点金属声 就是我这个 对于鹿小提琴来说 我说不是很满意 当然它只要一百多美金 它不是什么很贵的东西 对不对 那么能找一个 一千美金之下的 像这样的 这是我的理想 所以我买了这个话筒 你测试 确实不错啊 这个声音很纯 小提琴的声音也很纯 高音也很坚挺 各个方面都很好 非常高兴 唯一我觉得很奇怪的就是 它这个商标啊 像一个这个 海盗商标一样 打个叉的 像一个海盗商标 像个海盗棋一样 像个海盗棋一样 那还是其次的 主要这个商标的贴法 贴得非常的业余 终于好像还有空气在里面 就明显是业余的 像这个阿公阿婆在家里 砰 这么贴一下一样 贴得很业余 我稍微把它撕开一看一下 哦 你们出现了几个字 我觉得这个很奇怪的 对不对啊 我都发现 这个麦克 有问题 没有任何一个人写的是 Made in Japan 没有这样的字 这个日本人很Pride Pride很高嘛 对不对 他都要说是Made in Japan 没有这个字 没有这个字叫阿亚西了 就有点奇怪了 对不对啊 只有哪里的产品 不喜欢些Made in什么地方呢 中国 中国的产品不喜欢说Made in China 他不喜欢写 OK 他哪不是写Made in 毛里丘斯 他也不要写Made in China 因为Made in China 就好像很难卖嘛 所以他不写 还有是 还有些呢 他是从跨国公司 对不对 他是几个国家的公司 所以也不能说是Made in China 对不对 所以 各种情况都有 所以我赶快就上 这个淘宝上去搜 淘宝上去搜 现在淘宝也实名制了 还有注册 我好 我就为了这个特意 就注册一个淘宝账户 然后进去去查 很快就查到这个话筒了 原来这是一家 中国的合资企业做的 这是中国那家 这个比较大的 合资企业在中国盖了一个厂 我具体就不说在哪里 那么就是说 他们做的话筒呢 确实是不错 而且在中国的价钱呢 也不便宜 就是说它是一个 有实力的这个话筒厂 对不对 做得不错的东西 对吧 这个就创办了吧 对不对 而且呢 第二天 这家公司还有一个广告 他们还要开一个什么 产品计划会 邀请了各方的人都来 谈这个感受 什么东西 他这个home page 在他们的home page 中文叫什么 在他的网页里面 他们的网站里面 还出现了一个图片 这个图片是这个话筒的 这个designer 是他的这个designer 中文叫什么 叫设计者 还有抓密有设计者 还有什么东西 说的神无其神呢 也不知道这个跨国工程 是不是含有日本在里边 也许他真的参加了 对不对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我想你要是 偷别人的东西也好 你要怎么样 你至少把这个外壳换一换 你说我发现 中国做的这家麦克的赏市云 真的很好 可以跟这个最高的麦克 可以相比的话 那好啊 我就只买一名的新 对吧 我把里面的新买过来 对不对 或者我就买他的产品 我把它拆开来 我们外面这个壳壳 日本做的很容易嘛 对吧 你做个外壳壳 把你的商标做上去 像不像你的一个产品的话 你改头换面一下 删在一下 那也还是说 做一个商业行为的话 你为了赚钱嘛 那还是可以的 因为我还是相信 那我还是承认 这一家公司是识货的 他找的这个麦克是好的 对吧 这个我作为专家来说 我一讲实话 对吧 我不能埋通他 对吧 我作为专家 我听去了 他卖这个价钱 我觉得值 对不对 他有没有U87那么好 我不知道 要等那个休号以后 我再来比 现在有机会 我再去比 对不对 但是目前来说 我是很满意 这个话筒的声音的 也就是因此呢 我委托了这个顾客 现在只有顾客能帮忙 中国大陆一个顾客 现在在旅行 所以他没办法帮我的忙 所以我是委托了 这个香港的一个客人 这位香港的客人 是答应帮忙的 他说他就是 现在好像是登陆 进不出淘宝 他说我只要进去了 我就可以跟你买 所以我在等他的回信 希望他能够帮我买一个 如果他有困难的话 那我再委托 其他在中国大陆的 其他的我还有那么多顾客嘛 对不对 哪个顾客帮我买一下 到时候我把钱啊 用什么方法 那就寄给你就完了嘛 对不对 这样呢 我就是想把中国大陆的 这个拿过来 跟这个再比较一下 我是有点这个 癖好 对我 我比较东西是有一种 有种特别的癖好 我要把它 中国大陆买的 跟这个日本买的 我要比较一下 看是不是一样的东西 这个也确定是很有趣 只是这个事情呢 我就是觉得 中国确实是强大的 中国确实是站起来了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 在这个 这种电子产业方面 居然能够使得 日本人这个pride 这个pride很高的 这个自我荣誉感 这个叫什么 中文叫什么 反正就是很骄傲的 这样的民族的 居然可以低下头来 偷中国人的东西 而且就是原原本本 脱过了以后 只在上面 花很少的钱 作为一个CEO 作为一个贴纸 把这个商标 碰贴上去 而这个商标贴得还不专业 而这个商标 做得还像一个海盗商标一样 看着就一看起来 好便宜 就是你看这个商标 你就不想买这个 买这个话筒 话筒看上去 挺不错的 对吧 但商标贴上去以后 就很面前 好像一个 就是一个 这个山寨品一样 看起来很差 就是一个商标 设计得很粗壮 好像也是中国的 哪一个乡村企业 乡中企业 什么印刷的一样 这样的东西 这样一个意思 居然有日本人 我也不能说 一定是日本人 说不定 所谓在东京这家公司 所谓搞这个东西 可能就是个中国人 这个也后也不知道 是不是 也许是中国人 在搞这个事情 至少是在日本的市场上 现在已经出现了 把中国的产品 就这么拿过了以后 贴上假牌 贴上自己的牌 作为日本产品 拿出来贩卖 这样的现象 至少这个现象已经出现了 既然在音响界 这个卖客 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那么其他的很多的产品 我相信 都有这样的现象 这是一个好现象 对吧 中国人值得高兴 值得清客的一件事情 同时的话 我也是希望 中国要开始 注重自己的品牌 注重自己的产品 也对自己 知识产权要保护 比如说这家公司 如果这家公司发现了这个事情的话 你一定要去告他们 对不对 你一定要告他们 你这是 对不对 你不是为了生意 你进我的货 那你贴的牌 你就贴吧 那不行 你要维持自己的声誉 对不对 那么除非就是说 你买我的原件可以 你买我的零件给你 我把零件给你 对吧 但是你自己做一个壳 你自己做一个套 你自己做一个包装 做你的产品牌 与我没关系 坏了也不招我 对吧 那个是可以的 你生意上是有这样一种来往 是可以的 对吧 附近都可以买原件 对不对 但是人家已经是产品了 人家包装的好的 一件都全部是的 你把人家是个商标盖掉 作为你自己的产品牌的话 我觉得就是对这一家 这个原产的 这个原产地的 这个原品牌的一个侮辱 我觉得是这样的 一个不禁吧 至少是一种侵害吧 好 我今天的视频呢 就讲这么一个故事 就是说 确实世界在发生 翻天覆地变化 中国现在还是强大起来 还是已经进步了 我在最后呢 再希望 中国的快递业 也要进步 也要人性化 也要走向文明 不能继续野蛮下去 OK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视频的声音 今天这个视频 是中国制造的 OK 中国的核子企业 中国制造的一个话筒 贴上了日本的品牌 在日本买的 OK 所以呢 我专门做了一个节目 叫做 这个罗德话筒 与 Bord in Japan 我说在日本买的 而不是Made in Japan 这两个话筒的 这个测试 我把这个视频呢 放在这个节目的后面 有兴趣的朋友 就听一听 没兴趣的朋友 可以不听 OK 那仅仅是一个附件而已 OK 谢谢大家 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